这些事就是软糖 然后它是植物性质的 它就比较不会说 就是对小朋友的身体负担太大 直接看着糖果饼干的外包装 包含其中的成分 每一项都是关键 Tina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对于要给孩子吃入口的东西 特别严格把关 我们都还是很难避免 因为小朋友毕竟还是希望说 他有尝试过 可是对于我们可能会 家长会稍微筛选跟控制量 我觉得控制量是蛮重要的 会这么谨慎 就是不想要孩子 摄取太多的加工食品 甚至是超加工食品 这一类的食品日常生活很常见 一定会有机会吃到 但得注意摄取量 Tina会让自己的孩子吃这类东西 但抓量上面会特别留心 他们的量基本上就是家里少买 是最可以去控制它 如果你家里有 可能它已经够大了 他可能会自己去拿 那你就比较没有办法 然后就是多买一些 多选择一些稍微健康一点的 原料比较单纯的食物给小孩 加工食品是透过加工流程 改变食物的自然状态 基本上通过添加盐 油 糖 或其他物质而制成 超加工食品 则可能添加了更多成分 像是淀粉 添加糖和氢化脂肪 其中可能含有添加剂 人造色素 香料或稳定剂 多次的冷冻食品 无酒精饮料 素食 饼干 糖果 都属于超加工食品 那会要求的是这个便当里头 有几份的淀粉 几份的蛋白质 几份的蔬菜 会把蔬菜 水果跟蛋白质 跟淀粉的比例也算进去 所以从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 可能只有卡路里 只有基本营养素 已经改成现在是除了大型营养素 大型营养素包括淀粉 蛋白质跟油脂这些以外 会去看微量营养素 超加工食品是美国人 主要摄取来源 占比高达58% 占据每日糖分摄取量的90% 营养师估计 台湾占比也约莫五成上下 根据国外数据统计发现 72083名受试者的健康数据 这族群平均年龄是61.6岁左右 研究前都没有痴呆病史 超过10年的追访 研究结果表示 超加工食品摄取 弱超过10% 罹患各形式的痴呆症几率 将增加25% 研究委发现 超加工食品确实会影响脑部健康 这些一些流行病学研究 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些相关性 它不是因果关系 它也不是说 这些超级加工食品 就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或老年痴呆 它只是告诉我们说 有这种相关性 并不等于因果关系 我想还是要提醒说 我们还是要尽量多吃 天然的食物 少吃加工食品 另外巴西的研究也发现 针对35岁以上年轻族群研究 结果发现 超加工食品摄入量越高 认知功能下降速度也越快 每天从超加工食品中 摄取量超过20%卡路里的受试者 比起摄取量低于20%的受试者 认知能力下降了快28% 执行功能则下降了快25% 多吃天然的蔬菜跟水果 这样超级加工食品 可以吃 可是你不能每天都吃 因为每天吃的话 它的确会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近来国人越来越重视健康 也有人尽量以原型食物 也就是没有加工 或者最低限度加工的食材为主 包括红萝卜 苹果 新鲜肉品等等 这样的吃法对身体来说 负担也比较小 它是变成希望用原型食物来做 原型就是任何食物原始的形状 甚至有些人真的会去找 所谓的有机食物 这有机不是除了我们说 有机的目的以外 它可能是连种植的地 有没有这些我们说很重要的 一些复合性的矿物质 其实都会去找 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年间 民众对于饮食的一个形态的期待值 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 超级加工 摄取过量反而伤身 使用前多留心 停看听 才能维持最好的身心状态 TVA新闻研究宏 来一名台北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